因为近期回来台中的时候都会去图书馆看看 而且在每一间图书馆的设计 就是我有发现他们蛮用心的 就是希望让读者可以拥有主题式的也好 或者是尽量可以在空间每个角落 很好的利用好好的放松的看书 哈喽各位朋友今天要跟你们分享 就是台中图书馆的借书证怎么办 好这里有个重点 就是在还没达到实体证之前 我们要到网路上先做一个申请会员的动作 那这个有个好处是 你还没拿到实体证的时候 你可以有免费的电子书跟杂志可以看咯 那你网路上办好之后想要借实体书可不可以呢 那是不行的 你要有这张实体的借书证啦 就可以开始借纸本的书 那这张借书证是不是看起来蛮有质感的 那拥有这一张的时候 你就可以有一些功能 就比如说登录台中图书馆APP 还有预约书 跨馆还书 还有续借 那预约书的意思是说 如果你家附近的图书馆没有这个书 可是你可以上网去预约别馆的书 所以那本书就会从别馆送到你家里附近的这个图书馆 那送到之后他还会通知你去拿 那这一集听起来很像很容易嘛 因为对我来讲 确实是很容易 最快的方式就是你拿你的身份证 然后就去图书馆跟馆员说你要办一张图书证 如果你要办实体证的话你确实还要拿你的身份证去图书馆领 可是你多了一个步骤的话 你上网先登录的话 你直接去图书馆领时体证的话是非常方便的 因为你已经有一些登录资料了 好那接下来就是仔细看一下萤幕就是我们一步一步的跟大家讲说 怎么在网路上先做登录 首先呢你在谷歌上面打台中图书馆借书证申请 然后就会看到很多的搜寻资料 然后点选进去之后就会出现台中市立图书馆这个页面 那网路申办有一个好处就是你去亲自领证的时候 你就不用再填写申请表 然后记得带身份证过去就可以啦 看到这里有一个网路办证 点进去就出现这个页面 那这个页面呢也很简单 就是会有一些该填的资料 像身份证字号、姓名、密码 还有电子邮件、出生年月日 那最重要就是你要把密码一定要记清楚 当要现场领证的时候 除了给他看身份证 还要输入你的密码 那第二个页面就是一些也是基本的 行动电话、姓名、姓别 这些东西都把它填好 恭喜你已经申办成功 那记得到任一个分管领取借阅证 那借阅证领完之后才可以去登录APP 去预约书、借书 但是你现在就可以去借阅电子书咯 大家有没有觉得很简单 我就说先上网登录这个步骤啊 非常非常简单 如果你假如有这一组 会员证登录 HiRead这个APP的时候 你就可以有免费的电子书 跟杂志可以看 那记得就去看看我上次做的这一集 好那你可能会问说 那我就在HiRead读书就好了 为什么还要再去借实体证呢 跟大家说 因为有些实体书啊 电子书是没有的 你可能要预约一些书啊 你还是要有实体证 如果你有这个借书证之后啊 你一定要下载就是图书馆的APP 登录进去之后啊 它有很多很多的功能 那包括就是临时的借书证 如果有一天你去图书馆 你忘记带这一张 那你就可以去APP里面按到临时的借书证 然后去做借阅的动作 哦还有一点很方便就是 如果你要续记的话 你就登录APP之后进去里面 然后就是看你的书哪一本 想要做续记的动作 好感谢今天大家的收看 那也很希望大家可以把这个影片分享出去 那当然如果你还有 我没有讲到的方式或者是优点 请你在留言区跟大家分享 那我们下次见咯 拜 再见